我们今天要看的车就是我身旁的吉利豪月 那目前这款车挺火的 询问的人特别多 一方面呢是听说这款车特别的大 可以看到在宣传的时候 它也把自己叫做大豪月 另外一方面呢 十万出头买到这么大一款车 看起来也是比较的划算对不对 所以这款车实际表现如何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外观上面豪月延细了吉利家族化的设计语言 只不过水波涟漪的中网变成了一个半框式 里面是横向的饰条 和下方的隔山的装饰件相呼应 两侧搭载的是LED的矩阵式大灯 豪月的车长超过了4米8 轴距超过了2米8 从侧面看过去它还是比较修长的 那和同级别的车型相比较下来呢 它和哈佛的H7 比亚迪的唐是比较接近的 会比传奇的GS8稍微大一点 我们拍摄的这款车 还配备了一个18英寸的轮圈 那在同级别当中呢 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表现 尾部的设计是比较简洁的 这个分体式的灯土也有点意思啊 那豪月是吉利在今年推出的 第二款全新的车型 第一款是Icon Icon的外观无疑是天马行空的那种感觉啊 而豪月相比较下来呢 会显得更加的中规中矩一些 好 这就是外观的一些情况 我们再去到车里面看一下 豪月的内饰 也有借鉴Icon上面的一些设计元素 比如说空调的出风口 车门上面的这个拉手 还是挺漂亮的啊 只不过在仪表台这些地方呢 还是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设计的元素 车里面是采用的这样一种深色的配色 也是比较符合这款车的这样一个定位的 用料上面 中控台上方是软质的糖素材料 下方是皮质材料 还有缝线的设计 车门上面是采用的皮质以及硬塑料 表相拼接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它用料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呢 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表现 豪月和Icon一样 都是搭载的最新一代的GKUI车机系统 那拍摄这款车呢 配备的是一个12.3英寸的中控触控屏 现在我们打开车机啊 那它和Icon一样 就是这个开机的画面会时长比较长 屏幕的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包括这个360度的全景影像 里面的画质表现也很好 然后呢 一些常规的功能 比如说高德地图啊 对媒体娱乐 这款车的车机功能都是支持的 而且你还可以通过这个应用市场 去下载不同的APP 另外呢 这款车它是不支持CAPLA和CAPLIFE的 所以它的这个开放性表现比较一般 全眼睛的仪表显示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包括导航车辆的各种设置 多媒体娱乐都能够在上面看到 你可以通过方向盘右侧的按键 去切换仪表上面的显示内容 只不过啊 这个右侧的按键要管的事有点多 它既可以去切换中控屏上面的显示内容 同时呢 它也可以去管控这个仪表上 左右两侧的显示内容 所以你在开始的时候 需要熟悉一下它这个操作 这款车配备的语音控制系统 能够开启导航天窗 也能够调节温度 那实际体验下呢 还是比较智能的 我可以教大家演示一下 开启天窗 今天预告有雨是否需要好的可以取消了 你看它是支持这个中间打断的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中控屏下方呢 还配了一些实体按键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设计的 用起来很方便 前面的储物空间还是比较丰富的 挡板的前方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槽 放一个大好的手机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上方有两个USB的接口 中控台的下方呢 做了一个掏空的设计 这里的储物槽也是比较大的 里面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 挡板的后方呢 有设置杯架 而且这个杯架采用了一个高低的设计 里面有限位的装置 打开这个扶手箱呢 里面的容积表现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呢 里面还设置了一个空调的出风口 而且呢 它还是可以通过这个物理的开关按键 去开启 或者是关闭这个出风口的 那有了出风口 你的饮料放在里面 也能够更好的去保证 它的温度 还有一个值得一说呢 就是它的手套箱的一侧做了一个按键 方便你去开启它的手套箱 第二排采用了三张独立的座椅 那三张座椅呢 都是支持前后移动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是尽可能的去照顾到中间这个位子的 乘坐的舒适性 它的头枕也是支持上下调节的 地板是全屏的 同时呢 它的这个座椅的椅垫和两侧的椅垫的宽度 也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啊 坐在中间这个位子的成个的舒适性也会更好 那刚才是说的好的一方面 那不好的一方面呢 它两侧的座椅啊 其实是为中间这个位子腾出了更多的空间 所以呢 它的这个座椅的椅垫也会变得更窄一些 椅垫的长度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它的座椅的软翼程度是比较适中的 后排的配置上面 有空调的出风口 然后还有两个USB的接口 第二排的座椅可以向前翻折 它的这个地台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进出第三排还是比较方便的 现在前排是我同事的驾驶位置 它的坐在第二排呢 腿部有一拳的距离 我坐在第三排 腿部还有一拳以上的距离 而且啊 它这个坐垫虽然说是不是特别的高 但还比较长 所以我坐在第三排 它的那种小板凳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强烈 同时呢 它的这个椅背啊 支持两极的调节 我在把椅背调到一个向后的这个姿势的时候呢 我靠在这个地方还是挺舒服的 通透性上面 侧窗的面积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不过它这个侧窗有点高 当然从外面看 对吧 这样的设计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它这个比较高的侧窗呢 会对于第三排的视野 会有一定的影响 满载的情况下 同时呢 它第三排的这个椅背 也是一个向后的状态下 这里可以放几个包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椅背 调到一个竖直的情况下 对吧 那你这里就可以并排竖着 放两个登机箱 也是OK的 不过呢 这个就会影响到第三排的乘坐的舒适性 那后两排呢 都是支持按比例放倒的 放倒之后呢 也比较平整 所以后备箱的拓展能力 是没有问题的 打开后备箱的这个盖板 里面有两个的厨槽 可以让你放一些隐私的东西 不过啊 这个豪越的地台有点高 可以看到已经到我这儿了 如果我这里去搬一些大件的行李 对我来说啊 就不会是特别的方便 豪越和佳季都是基于C1平台进行打造 那豪越也有搭载1.8T的发动机 匹配的是7档的双离合变速箱 动力参数和佳季也是一样的 另外根据申报信息 豪越未来还会推出1.5T的车型 价格上面 旗舰型预售价格是14.88万 那在同级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像是哈佛的H7 它的起售价格是14万多 传奇的GS8 它的起售价格是15万多 那比亚利堂会稍微便宜一点啊 但是也是接近13万 可以看到啊 这个豪越 它的这个顶配版本的车型 比起传奇的GS8 它还要更便宜一些 当然了 哈佛的H7 传奇的GS8 比亚迪的唐 它们搭载的是2.0T的发动机 而豪越搭载的是1.8T的动力系统 同时呢 它还采用了一个柳力梁的非独立悬架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跟同级比较起来呢 它的这个价格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豪越的定价还是挺给力的 那这款车会在下周正式上市 我们也期待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售价的表现 另外呢 未来豪越还会推出1.5T的车型 那它的售价会不会进一步的去下探呢 我们也将继续观察 好 关于这款车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内容 我是晶晶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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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